废气排放所造成的温室效应对气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根据一份最新报告 如果继续放任废气排放 那么到了2050年 洛县部分地区出现非常高温的天数 将会是现在的三倍甚至四倍之多 根据这份报告 2050年洛杉矶市中心极热天系 也就是气温达到华氏95度的天数 一年平均为22天 而从1981年至2000年之间 这样的天气年平均只有6天 至于盛盖博谷地区 极热天气也会从平均的32天 暴增至74天 长堤地区极热天气则从平均4天 增加到16天 报告指出 若不做任何改变 大洛杉矶地区将面临更炎热 以及更干燥的气候变化 其实从历史记录来看 目前已经看出气温逐渐升高的情况 以洛杉市中心来说 1878年的平均气温为62度 2014年则为68度